進來一出去之後呢 跑者還是在一壘上輪到第三棒的郭英文 郭英文兩成六的打擊 有無法成立打三十六分的打定 不過以這個角度看起來是風向 所以剛剛楊老師講的應該是 他比較沒有考慮到 因為他後來跑的這個方向是風吹的一個方向 判斷跟那個順風的一個情況沒有哪裡 這個球打到了優愛野方向 會順風上去嗎 上去了 郭英文 小林一直優愛野方向的兩分炮 這個球呢 可能在風勢的助長之下呢 也剛好飛上了優愛野的看台上 是今年球季 郭英文有一發的拳雷打出現 這也是 這是楊建復今年被打的第一支拳雷打 郭英文打到了瞬間 那球的仰角 非常的好 所以啊 順風的飛出去了 今天球季郭英文的第六號的拳雷打 最近長達火力 郭英文看起來發揮的也不錯 現在2比0的領先 輪到第四棒的林志勝 從六月下旬以來 就以七月份來算 這是七月份他打的第三支